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法非常简单 各位投资人你一定要注意涨到这个地方 这个指标KD指标已经到达低档 所以我跟你讲没有基本面的股票 还有高估的股票 你利用它弹升上来宏高分批卖出 比如说昨天我跟各位投资人讲到的3363 你看一下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说这一档股票没有基本面 但是昨天怎么样 昨天涨停盘今天我们看一下 今天都开高走低 这个股票我跟你讲严重的高估 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6257 对称上前这个股价低估 所以这一档股票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拉回都买点 6442 这一档股票严重高估 对称细光值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3265你拉回都是要红低买进 我给你讲这个地方都是非常低估 低估 那再来我跟你讲说 coast当中有一档股票3583 这一档股票今天媒体报导出来说 今年EPS20块 各位没有那么好 但是它真的很好 那你看一下这一档股票 第一季EPS5.66跟我预估的8.5差很多 那一样coast的5.99 股价在1055 那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3583第一季EPS多少细口 还有昨天我跟你讲6223有没有 各位我跟你讲说 先前在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说 你买180到211 涨到这个地方 你已经赚了1.2倍过了 我跟你讲有没有 我跟你讲的很清楚 这一天宏高出三分之一 这一天在宏高出三分之一 这一天在宏高出三分之一 你按照我跟你讲的 那我跟你讲今天宏低 跌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回补 你就可以回补 好明天有一档股票会喷出 哪一档股票 3044 今天公告出来月期3.5元 四月营收高达54.47亿 这一档股票跟这一档股票2327 明天低档股票 明天低档有限 我跟你讲 这个股票会 应该是怎么样 要往上走高 那各位投资人 今天有一档股票 6449 哇 你认为这个今天跌顶板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认为2474就应该跌吗 你认为6284就应该跌吗 你认为2327就应该跌吗 好了 一档打跌顶板 各位 加帮 利隆 国际 拉回都是买跌 为什么呢 因为加帮我跟你讲 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的第四季 业绩比怎么样 比加帮来得好 所以加帮跌顶板我跟你讲 很正常 很正常 那杀跌顶板 哇 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乱杀 各位 这一档股票业绩比一帮来得好 比一帮来得好 那各位 加帮跌顶板 所以利用怎么样 加帮高估跌顶板 让你怎么样 你也把怎么样 加帮杀出来 你也把怎么样 利隆杀出来 你也把国具杀出来 人家在这个地方 等你看到加帮跌顶板 大家说什么 加帮完蛋了 利隆完蛋了 国际完蛋了 日电帽完蛋了 等你这些人 不懂基本面的人 你杀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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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把你接走 为什么 因为利隆加帮业绩比怎么样 比一帮好很多 一帮涨多回党 正常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好 那昨天有一档股票 我给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高估 你一定要卖 有没有 昨天涨停板 大家觉得很好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没有这个价值 所以今天怎么样 我跟你讲 昨天有没有 我跟你讲 得了 当然有一档股票 2486 我跟你讲 也是没有这个价值 这一档股票严重的高估 各位 各位 你能跑 你尽量跑 所以今天怎么样 各位 有人去追这个地方 你套出来 这个就是 你不懂基本面 你仅仅看他 今天特强的 就黑白六 各位 错 你就是怎么样 准备套牢 所以各位 我跟你讲一个基本的观念 我跟你讲一个基本 目前台湾的股价高估的非常高估 低估的非常低估 那怎么样 目前大盘涨到这个地方 指数确实应该要回档 要降温 可是这个指数会受到怎么样 高估的股票杀下来 杀可能杀跌停板 中错 好 让不懂 不了解基本面的人 你把怎么样 比如说一帮跌停板 你看到一帮 被动眼镜都应该跌 你怎么样 把家帮 把利隆 国具 日电帽 杀出去 你这一种不懂基本面的人 把这一种好股票杀出去 人家在低档怎么样 接 等到怎么样 他筹码把你这一些不懂基本面的人 杀出筹码 吸走了 他才怎么样 他开始答 247 吸走了 才开始答 那跟你讲 3583 你不懂基本的人 杀这个地方 吸走了 才开始答 653 你不懂基本的人 杀这个地方 吸走了 才开始 所以最近各位投资人 未来 5到8天 很好做 就是很好做 我再跟你讲一次 高估的非常高估 低估的非常低估 那未来5到8天 高估的股票会杀下来 会让你产生恐慌心理 让你把 你不懂基本面 把好的股票也杀出 让人家在低档 接你好股票杀出 接走了 像这样再拉 所以2382 各位 3231 2383 2301 这个依然都是看好 2308 30 3037 这一些依然 看好 2303 各位 你要了解这样的现象 所以很简单 我跟你讲 第一个重点 你要了解 现在 再讲一次 未来8天 指数 明天不容易再上涨 指数会拉回来 或者流上行 高估了 会让高估 杀下来 杀下来让你产生恐慌 让你不懂基本面 把好股票杀出去 他挂在低档 接你把好股票杀出 等他他怎么样 他把你接走了 他就在怎么样 好股票就怎么样 就拉上来 所以最近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这几天 你 不追高 你红低 低档等他 高估了股票下杀 投资人也不懂基本面 把好股票杀出 各位你注意这个现象 好 再来我们跟你讲 本一笔 跟你讲这个都讲过了 上海这不用讲了 所以各位 这个都不用讲了 我们很快的带过去 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我要讲的时间 大概在讲10分钟 所以第一个重点我跟你讲 你记得我跟你讲这个观念 所以跟你判断 19592到1929就是底部 涨到这个地方会怎么样 做一个怎么样 要做调整 那高估的股票会跌 那低估的股票 各位不要怕 你再挂在低档等他 等他 好杀出来 你把筒码接走了 好 这些好股票就在所高 你了解这一种现象 好 再来你看一下 好 我跟你讲道琼有没有 底部 各位 上海 上海 跟你讲 底部 好 那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 各位都不用讲了 好 大陆股市都怎么样 拉回都是买点 拉回都是买点 各位 这个很快的带过去 好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股市 美国股市 这个怎么样 我跟你讲 这个高支带整理 第一档强势 第二档 这个弱势 会缓弹 弱势 这个弱势会缓弹 好 那这个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 做中段整理 做中段整理 好 这个怎么样 做中段整理 但是这两档股票 亚马逊 Google 会比较强 可是这一波最强的股票 在哪里 这个 得宜 还有恩资博 车店 特斯拉 还有这一个怎么样 通用 所以车店 还有这高通 手机 AI PC AI手机 那这个地方7块 你要注意 好 再来今天我跟你讲 今天你要注意一下 今天有一个说法 重电股用怎么样 跟你讲 所以这一档股票 会大涨了 错不了了 这一档股票 开始要大涨了 我跟你讲 因为它公告出来 EPS3.5 4月份营收54月 今天EPS 我们估计 至少14块 各位 你看一下 3044 14块 的EPS 在206 这一档股票 8块半 在285 你要买8块半 285 还是要买 14块 在206 这一档股票 整倍 开始启动多多行情 各位头真的 还有细歌 台新歌 你要注意 还有新银 各位头真的 你要注意 好 所以这一档股票怎么样 准备开始怎么样 好朋友 所以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高估 各位头 你不要杀低 宏高出掉 换到怎么样 见顶 好 再来怎么样 利隆 你红高怎么样 雅力 不杀低 红高 出掉 换到怎么样 利隆来 换到利隆就对了 好 所以注意这一个现象 好今天 用怎么样低价的 线南股拉上来 对不对 远户怎么样 高价的 华城 中兴电 雅力 大铜 大牙 这些股票出货 还有雅力 各位 但是今天你看 这一档股票大涨天板 各位 你看一下 他今年 去年 皮维西3.31 大山3.21 今年第一季公告的 0.99 我们估计他第一季 EPS1.1 1.2 那前年EPS4块 前年EPS3.8 好各位 3.8到65.4 4块钱54.4 你要买哪一档股票 各位 我要买这一档股票 那我跟你讲 现南股往上走 同价价格一直在上张 他们都怎么样 他们低价的库存已经使用完了 现南股没有低价的库存了 所以再来用怎么样 高价位的铜 所以各位同志 这个后利未来 可能会走下坡 所以利用这 好你要买这个大山 你要转到怎么样 提位期 好你看一下这一档股票 去年EPS3.5 这是业外的 他处分他赚了10 那整个今年我们估计怎么样 2.8 你看2.8股价在55.8 4块钱的股价在怎么样 54.4 各位 你要买哪一档股票 EWC 所以明天 大亚 大山 会留长的上影线 甚至我跟你讲 也不排除怎么样 收黑 那你注意一下 宏泰跟隆电会缓弹 但是明天也会怎么样 流上影线 甚至怎么样 会开高走低 各位你要买怎么样 聚合 各位2块钱在383 这一档股票3块钱在385 这一档股票2块2在36 那当然聚合 好异的 好 再来我跟你讲说 这一些股票有些怎么样 业绩非常差 这一档股票头信买错了 第一季EPS0.42 我这个地方只是要告诉你 光宝科业绩 没那么差 至少人家还怎么样 这个是0.9降到0.12 腰斩 钱的EPS3.8 103.5 好 你看一下连亚都亏钱 亏亏亏亏亏亏亏 今年能不能赚1块半还不晓得 股价高达13 这个红高出 不要杀低 红高出 各位 这一档股票落底了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 中光电这个业绩 0.66 当到0.37 那EPS3.6 再96.1 这一档股票5块8 所以怎么样 各位 这个要落底了 好 再来跟你讲的 最好的股票 各位 我跟你讲 戏格跟台心格 旺戏 我跟你讲 有没有 昨天我跟你讲说 大家讲得清清澈澈 我跟你讲各位 你接受我的建议 这一天卖三分之一 这一天在宏高卖三分之一 你这一天卖三分之一 好 今天跌下来 你可以回补了 有没有 这个都不是马后炮了 都事先跟你讲了 那你看一下 6213 那种业绩可以说 好 各位 这一档股票 有那么差吗 无底了 景气复苏 这一档股票有那么差吗 我跟你讲 落底了 也应该怎么样 开始往上止跌了 各位 好 再来 所以明天注意 他依然会利用怎么样 高股的股票把他杀下来 那杀下来你会不会怕 你会怕 那你会怕 那你会怕 你就会 不分三七二十一 也把怎么样 好股票杀出去 好 好股票 你杀出去 人家在低档等你 但你抬出来 好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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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筹也洗走了 就像今天我跟你讲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 2472 这个好股票 这个非常好 你杀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个好股票 你看到一帮跌停板 你就怎么样 你看到一帮跌停板 你就觉得怎么样 被动元件的世界末路要来 对不对 你把怎么样 加帮杀出去 你把怎么样 国具杀出去 人家把你去接走 各位 最未来五到八天 都会产生这个手法 你记得这样做就对了 好 再来你注意一下 所以这两党 好再来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 加帮有没有 加帮业绩 明明比什么 你看你看 0.83 0.7 1.74 1.59 业绩都比他好 所以加帮今天跌停板 你真的就要把加 这个一帮跌停板 你就真的要把加帮杀出去 你真的就要把利荣杀出去 你真的就要把怎么样 提威西杀出去 我跟你讲 傻蛋 根本不懂基本面 看图说故事 你这样赚不到钱的 好 各位 所以看完没有改变了 明天这一档股票红高出 转到这个来 好 那这个怎么样 红高出 红高出转到怎么样 继合 再来你注意一下 龙钢再两天可以注意了 长龙行也大概怎么样 再两天 国产也大概怎么样 再两天 你可以注意了 注意一下 那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被动元件 国具 你注意一下 明天 在线下后商 本利比 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有没有 我来估3块1 结果公告出来 3块半 4月营收 54月 明天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把它EPS 调高到14.6 各位 EPS 14.6 在 206 8块半 在285 请问各位 你要买这个 还是买这个 50块的 50块的EPS 只有658 所以明天 不要杀低 红高出 红高 四点 红高出 这个不要杀低 雅力 红高出 拉回 拉回 布局 那这个要等一档 尾创拉回怎么样 布局 好 再来你注意一下 我去跟你讲过了 这个就不要浪费了 就不要浪费 所以我跟你讲 心仪有没有 加帮 好 再跟你讲一档股票 讲这个就好了 2428 今天公告出来 4月营收6.5亿 非常好 今年EPS 10块 11块 10块钱到11块股价在怎么样 164 1503 8块半 285 真的有人那么笨 8块半的EPS 你要买285 11块到10块股价只有 164 这档股票要开始公了 这一档股票也开始要公了 2201 也开始怎么样 易龙 也开始要公了 你看一下 2228 有没有 9927 这个都可以注意 6290 这个都可以注意 各位 确计我跟你讲的一个重点 今天只有一个重点 未来 未来5到8天 因为指数处在高档 所以怎么样 要震荡拉回来 确计 他会用高估的股票 甚至这些高估股票会杀跌顶板 让你产生恐慌性 也把怎么样 系格 台新科 新钱 历程 国具 历龙 历敦 日电帽 家邦 新钱 还有这一个怎么样 新 2428 3665 这些财务杀出去 剑顶 光宝科 这些杀出去 人家大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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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